距离韩国总统文在寅 下令彻查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张子言案并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进展 尽管如此 还是有来自韩国媒体的欠而不舍 再持续地关注住该案 他们昨天又挖出了重磅讯息 张子言临死前录音 遭受死亡威胁 4月27日 韩国SBS电视台想知道真相节目组 曝光了张子言生前与友人的录音对话 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 是2009年3月2日 即张子言逝世前五天 当时他跟友人说 公司叫我做的 我都乖乖照做了 有人回答 你怎样也要想办法解决吧 他回答 我有什么能力解决 现在吃药都没办法了 连吃精神病的药都没办法了 我已经没有迷恋了 他们要杀就杀吧 张子言视讯截图 话语中带注 绝望又无助 真叫人听了心痛 在对话里 张子言承认遭逼迫赔税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代表已经开始对我做了一些事情了 他还透露 这背后还有一股强大势力 那个人势力大 人脉广 联金社长都不敢怎样 只能回答是是是 张子言在说 欧欧打去大闹一番 说我跟年纪大的人 怎样又怎样 各式各样的事情都说了 那边就打来跟我说 威胁要杀了我 我是孤儿 根本没钱 没力量 就像是鸡蛋砸石头 似乎有人帮他出头 然而一点用都没有 接踵而至的就是死亡威胁 张子言事件警察 这是没有调查价值的事件 与此同时 节目组还找到了 当时参与调查张子言事件的警察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警察竟夸起张子言经纪公司老板 今代表张子言公司老板 是很了不起的企划公司代表 去他公司的灯火了 为了演员们能出头 他是会花很多钱的人 当时参与调查的警察 反倒说了张子言的不是 称张子言案是没有调查价值的事件 张子言自己要是注意点的话 今代表会把他培养起来的 这件事原先是没有调查价值的事件 就是舆论吵起来了才去查的 不是我们调查不尽力 而是我们调查了一件不该调查的事情 而当时还是模特练习生的举报人表示 今代表根本没有培养张子言的想法 因为那些和他去陪酒的女孩们 一个也没有电视上出现过 他们只是消耗品 综述 一不得不说韩国的一些媒体猛料不断 远的不说 顺利案 朴友天案 总能爆出重磅新闻 拿到关键讯息 甚至有可能成为扭转局面的关键 他们拿到了张子言的生前电话录音 采访到了当时办案警察 我想 这不是区区娱乐新闻记者能做到的 这背后是一群弃而不舍 此刻是见真相的调查记者 他们值得敬佩 二案件当时是以张子言自杀结案 因为警方在现场以及张子言的遗体上 都没有发现任何他杀痕迹 由此确定他是抑郁症导致的自杀 张子言的家人 当时不愿意对其遗体进行尸检 从录音曝光的内容来看 张子言自称 遭受死亡威胁 那个势力大 人脉广 联金社长都不敢怎样的人 又代表什么势力 这股势力跟此事件又有没有关系 究竟自杀还是另有原因 难免让张子言的死 再度蒙上一层杀 塞作为调查该案的警察 不但说此案没有调查价值 还对事件被告张子言经纪公司老板金成熙 在玉尔家 说他了不起 舍得为演员花钱 而说到张子言 似乎是因为他的不听话 错失了被栽培的机会 这位警察似乎忘了张子言 被迫赔税一事了 何况现在在舆论压力之下 总统都下令重启了调查 此时此刻 他本应该意识到说这种话不合时宜 这是个吊诞的现象 警察为何要说这种话 图中的这位警察 身体舒展 张开双臂 似乎要告诉人们 一切尽在掌控 四眼下的胜利案 正在韩国娱乐圈掀起一场大地震性丑闻 钱权交易和正商勾结 事件也没有结束 我们就已经窥见了其肮脏又黑暗的一面 韩国媒体爆出来的上面这两则讯息 不管怎样 让人再对张子言暗浮想联翩